我是影評人 西關傑 《替身風暴》是代表德國 今年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作品 他敘述的是德國在二戰期間 因為優生學的關係 所造成的家庭悲劇 不一樣的諜報片《替身風暴》 隱藏不可告人的家族秘密 為了納粹的政治目的所 誕生的小孩子 他瞬間就成為了一個社會的問題 有人想要有家庭得不到 有人想要愛情不敢說 他講了很多在這一個時代的錯誤 造成人們的選擇 不可能是正確的 《戰爭之惡》成為德國電影的重要議題 帶來無限情思 他們在很多方面上 他不斷去檢討我的過去 修正錯誤 我們要彌補受害者 你看二戰做這些事情 只有誰 只有德國 《替身風暴》 用謊言與愛交織的驚人真相 8月8號下午5點半 晚上10點半 鎖定UDNTV異想世界